百萬亞瑟王 哈囉大家好 今天介紹的這款遊戲叫做百萬亞瑟王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百萬亞瑟王呢 是由知名遊戲大廠 史克威爾艾尼克斯旗下的 手機遊戲開發品牌所推出的 卡牌對戰RPG遊戲 那這款遊戲呢 是聚集了日本輕小說 50名以上的插畫家 所繪製的卡牌喔 所以其實裡面的角色阿 以及裡面的畫風其實都非常的 日系風格 而且也非常的精緻 所以玩家呢在這支中呢 其實也更能體驗到遊戲的一些 一些畫風設定喔 美術設定都是非常精彩 那再來的話他也有一些安排主要的角色 做聲優的配音 所以呢藉由這些配音 然後以及我們這些卡牌 然後他有時候會穿插的一些動畫 那來體驗這個 壯大的劇情喔 那我們點擊我們的主要畫面的角色 其實他就會講話 所以是可以跟他進行互動的 那遊戲則會分成三個模式進行 第一個是探索模式 探索模式呢我們可以消耗我們的 行動點數 行動點數呢我們就可以進行區域的探索 像這個是行動點數喔 那前進之後我們可以取得 有時候會取得一些卡片啊 那卡片呢如果同類型的卡片 他會自動做合成做升級 那有時候呢會遇到好 遇到線上其他的線上玩家 我們就可以送出好友邀請 那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強大的敵人 我們就可以跟他進行戰鬥啦 那這就是遊戲玩家 我們可以跟他申請好友 那我們這個area2就算完成了齁 那我們可以移動到下個地區或者是回到據點 那在這之前呢其實我有在在別的區域呢 遇到妖精 那我們遇到妖精我們可以選擇戰鬥齁 那我剛剛把他打到剩下這樣的一點險 那我們可以攻擊他 那戰鬥方式是採用自動戰鬥的方式 由HP跟我們的卡片的攻擊數值來做 做回合自動戰鬥 那這些自動戰鬥呢都是都是都是會做計算的齁 打敗之後就有機會得到卡片 那他的計算方式其實是有單回合的攻擊數值 然後亂數決定三張卡片 由這張三張的卡牌的攻擊總和 我們可以看到選單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卡片收集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這款卡片他的一些特性齁 那再來這款遊戲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劇情模式啊 劇情模式呢就是他這款遊戲的主線劇情喔 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的一些對話 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的一些對話 我用之前的一些一些回想 比如說胡之騎士好了 那其實每一個每個章節都語音都可以去下載他 那其實這款遊戲中會穿插很多這樣的劇情片段 那有時候也會有動畫加入喔 那在劇情的進行當中 每個章節都會有一些魔王可以去挑戰 那只要挑戰之後呢 就會前往下一個劇情 那如果魔王呢 魔王打不過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去強化我們自己的組合 以及我們的探索更多的實力啦 這款遊戲的設計其實非常的簡單 只要平時努力收集比較優質的卡片 就能提高勝率囉 我們只要慢慢的升級 以及收集卡片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遊戲破關囉 所以喜歡這種畫風以及設定的玩家 不妨可以來試試看這款百萬亞瑟王 一起來成為亞瑟王吧 那點選我們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就能進行下載囉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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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